早安,大家好,我是星星 星星是雞 我和普羅大眾市民都一樣 大雞我多數買兩隻,為什麼買兩隻? 買兩隻便宜一點 我之前已經做了一隻,這隻有什麼用途呢? 我們從冰格拿出來,攤凍它 攤凍它之後,用淡鹽水浸泡半小時 將雞浸泡半小時後,怎樣處理呢? 倒入水,洗一下 先洗一下 然後剪雞腳,不要剪這麼長 剪,剪,剪,看看這個位置 如果剪得上,一會縮,就會不好看 然後剪掉了 而且很難看到雞蟲不做 我們應該看雞蟲不做 所以我們剪一隻,剪低 還有,剪肥膏,剪好 這些雞油也很有用 剪掉了,剪掉了 然後剪掉了,剪掉了 然後洗一下 雞頸這個位置,我們也要剪穿它 浸雞,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然後剪掉了,兩邊要通 兩邊要通 然後要剪肥膏 因為如果不剪掉,兩邊要通 這些雞肉很難剪得熟 就是那個位置 我們先剪掉了 那些雞肉,不要燃 那些雞肉便會燃 那就不要油 我們現在先洗乾淨 我們先洗乾淨 我們再洗乾淨 一下雞肉再洗多一次 一定要洗乾淨 和清乾淨的雪味出來 為什麼我們要用鹽水浸 先浸泡雪味,我用清水浸泡鸡,浸泡后拿鸡汤 洗干水 鸡洗干水后,先煮水 把鸡洗干水 这个步骤是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步骤,刷到鸡皮有热度 然后再浸泡水 鸡皮一热,一凍,就让鸡皮收缩 这个步骤,刷到鸡皮会比较脆 然后,现在 再放入锅 热水 这锅热水,什么味道都没有 清水,清水浸泡鸡 所以之前鸡的鸡,解除雪味 我们要做得很足 放入鸡皮,再放入鸡皮 然后再放入鸡皮 然后再放入鸡皮 这个步骤,我们叫做钓水 钓水的作用是什么呢? 让鸡皮稍微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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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三次 我们重复 大概做五次 主要是让鸡浪够热 把鸡浸出来才浸均匀 现在把鸡放进去 把鸡放进去 让它稍微滚起 把鸡放进去 就可以关火 这鸡要浸多久呢? 大约要浸1小时 现在浸20分钟 再浸20分钟 接下来将鸡放进去 各位网友不要学我 因为我经过专门区训练 我跟上升爷、杜汶泽 吴光师傅训练 这步骤是将鸡放进去 把鸡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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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浸了鸡胸 现在浸到鸡背部 浸15分钟 期间都不用开火 专业的说句 这鸡全程都要用低温慢煮的方法 去浸 如何是低温慢煮呢? 我们要保持水温 70度至60度至70度至80度之间 当然浸惯了就很容易判断 如果各位网友 或者不是经常浸鸡 就可以放一支温度计 有些温度计都是10-20分钟 可以放进去 看着水温 现在鸡浸了30分钟 然后开始加热 现在的水温大概跌到60度 50-60度 现在我们要 反过鸡 再移一下水 把里面鸡浸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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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热 大约到80-90度 大概 我们现在就让它的水 慢慢加热 这个过程呢 水大约加热 5分钟 我们慢慢加热 现在的水温大约 加热到80度 大概 如果各位网友 大家判断不到的 就用温度计 量一量 为什么我会说 这里要弄穿个洞 就是把里面鸡浸的水 和里面鸡浸的水 有一个对流作用 我们加热当中 我们可以这样秤住 有些网友说 你这样浸鸡也很麻烦 或者是什么 对 因为我们学主 我们不仅要判断油温 也要判断水温 我们的判断力 是要慢慢练回的 当然我们浸得多 当然判断到了 如果大家网友 是判断不到的 现在就把温度计 大约80度的水温 我们再浸 现在差不多 我们再放回鸡 反转 现在又浸到鸡胸的位置 再浸15分钟 期间就关火 现在的水80度 已经很热手了 再浸15分钟 全程不用盖 水不用太多 现在浸了50分钟 现在浸了50分钟 现在全程浸了50分钟 现在浸了50分钟 现在浸了50分钟 我们要再浸一次 再浸一次水 把鸡胶的水 倒出来 我们再反过鸡 再浸 再浸15分钟 全程这只鸡就浸1小时05分钟 这只鸡有多大呢? 这只鸡就未到2斤重的鸡 我平时浸50分钟至1小时 今天天气冻,我会浸5分钟 如果买这些大小的三黄鸡 2斤多重的三黄鸡就要浸1小时 这只鸡就要浸1小时 现在浸15分钟 浸1小时05分钟 看看鸡 拿鸡上来 看鸡熟透或熟不熟 捏一捏 看看鸡腿的位置 现在鸡已经熟透了 现在鸡已经熟透了 鸡熟透的鸡如何处理呢? 现在鸡熟透了 现在鸡熟透的鸡熟透了 现在鸡熟透了 现在鸡熟透了 有一个皮爽肉滑的效果 有些网友质疑问 你这样冲生水就不卫生 或者有些什么 我这鸡呢 我会再煮的 如果要马上吃 有什么处理方法呢? 那就是用碟放在室温的地方 如果今天冰冷的天朝 只有17-18度 放在室温的地方 就这样吹冷 那就可以了 如果夏天的 就拿上来 放入冰格 放入冰格 我这些鸡熟透了 不停地煮水 放入冰格 三分钟 主要是放冰凉 还有把鸡熟 放在了中 放入冰格 放入冰格 把它放入冰格 放入冰格 先滚出来 放入冰格 放入冰格 鸡熟 用流动水 放入冰格 用冰格 放入冰格 基本上要浸泡至冻 把水流水倒入 如果各位网友放了濾水 就这样放在这里 如果大部份网友没有濾水 现在要用冻水 把鸡蛋冻在冻水 冻一些冻些冻冻水 洗净 鸡蛋冻水 鸡蛋冻净凉 我们如何处理 剛才也跟網友說過,我們看看雞是否熟透 其實這隻雞,我兩三個月前已經做過一次 剛剛拍攝的視頻說得不太清楚 今天這隻雞有什麼用途呢? 我用兩個用途 我今晚吃的,我拿半隻出來做一個雲吞雞 另外那半隻,我會醃進去做一個家鄉的鹹雞 我今天不是說斬成,我開半隻 我們開雞也是,在半隻這裡 開下去 這隻雞現在是九成熟 一半做雲吞雞,一半做雲吞雞 這一半做雲吞雞,這一半做雲吞雞 這一半醃進去做家鄉的鹹雞 我們每一個用途 一邊 大約用大約一茶匙的鹹 接著揪勻 加盐後,用保鮮紙包貼,盡量包貼 這隻雞可以放多久呢?我建議三日左右放在冰箱,不要放冰箱,放在蔬菜格 這隻雞泡好後,可以嗎?我已經告訴你了 怎樣告訴你呢?做到皮爽肉亂,我們就叫做這些 有光澤,肉彈手,這些雞都是用低溫慢煮的方法去煮的 其實我早幾個月前已經做過一次,今天這個視頻也不怕跟大家說幾句吧